老师,爹娘这个称呼为什么变成爸妈了呢? 我提唱爸妈这个叫法还是从外国引进而来的 这爸妈的称呼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这个今天跟大家普及一下 在大多数的电视剧,尤其是历史剧中 剧中的人物称呼父母都是喊爹、梁 就连抗日战争时期也有很多人这样喊 很多人便以此作为历史上的参考 电视剧里怎么喊就真的以为古代就是这样喊的 实际上爸和妈的这个称呼是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了 我国最早由三国词《卫章一》编撰的百科词 《广雅宗》就有这样一句 爸父也、妈母也 由此可见爸妈的称呼是非常久远的 比如宋代、兴契级、好事尽松 下官歌舞、转七皇 胜得己知敌 去驻这般火社告妈妈江西 明代林萌出的三言二拍中 六老心下思量道 我妈妈做了一世不佳之妻 岂知死后无葬生之所 《红楼梦》第52回中 那日洗手时不见了 二奶奶就不许嘈嚷 出了园子 即刻就传给园里各处的妈妈们 小心查房 清末留恶老残游记中 有一家子只有父子两个 他爸爸四十来岁 他女儿十七八岁 长得有十分人才 还没有婆子呀 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 天已现五了 忽然一个小孩子走进来 对着他道 爸爸快回去吧 妈要起来了 至于有人称 爸妈的称呼是国外列强清华的时候 不断对我国传播语言和别国的文化 这时候就把爸妈引进过来的 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对的 在古代的汉语中 父的发音就是不阿巴 母的发音就是不阿妈 所以说爸妈是汉语固有的词语 跟国外根本没什么关系 妈妈称呼的科学由来 从人类语言的角度来说 婴儿开始一压学语 婴儿会控制发音 最容易叫的一个字就是妈 是婴儿张嘴呼气的自然结果 遗传学也表明 婴儿发出妈妈的声音 是最容易和妈妈建立信任的一个字 古人便把妈妈作为母亲的称呼 那爹娘这个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呀 其实爹娘这个称呼 并不是中原人开始使用的 而是少数民族在使用 本来这种称呼只是当地的方言 后来经过广泛的传播和交流 渐渐的被更多中原人开始接受 慢慢的才开始普及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又不喊爹娘了 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说法 之前我们是喊爸妈的 古代的皇子就会喊皇阿妈和儿娘 这时候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喊法 比如称母亲你有妈妈 母亲有 婆婆 娘 母亲的父亲有 爸爸 爹爹 爸爸 大大 老爹 老子 公公 阿公 大佬 后来清朝统治阶级认为 爸妈的发音 触犯了门语禁忌 于是要求将爸妈改为爹梁 到了清朝中后期 随着律法的放松 很多偏远的地区 就慢慢恢复了爸妈的叫法 最后以至于北京城的老百姓 也开始喊爸妈了 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人们似乎觉得爸妈 比爹梁更好听一些 就慢慢的把爹梁给取代了 形成了主流喊法 以至于现在的人都开始喊爸妈 而不喊爹梁了 其实啊 现在很多地方方言 依然还是在喊爹梁 当然也有其他的称呼 特别是少数民族 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传播 根本没有大家所想的 从爹梁变成爸妈的说法 这两种称呼 都贯穿着整个中国的历史 如今 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态度 看待这个世界 对父母的称呼 因人而异才是最好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 你们那个地方 现在是喊爹梁 还是喊爸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查阅哦